中俄裔等五国向美元黄金全说不后,去美元化真正幕后推手或出现货币,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喜欢将美元称作为美金这从侧面,反映了美元强盛时的价值,但我们知道货币是有保质期的美元,也并不是金真正的金是黄金,这其实已经说出了黄金和货币的关系。 而金银坚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更是一语道破了黄金的价值内涵,和本质俄罗斯第一频道电视台在数周前称,金砖五国正在努力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现在许多国家也将得出相同的结论,即世界储备货币需要多元化,而美元之所以能成最主要的储备货币。 除了美国经济综合实力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元领导,并控制了包括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Swift清算中心。 对此,瑞士贵金属顾问Claude Gras也在近日公开发声。 他认为,各国中央银行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启动了存在海外黄金的回归计划。 这意味着世界经济正在去美元化更意味着绕开美元或寻找美元的替代货币,或正在突然加速要知道近一年多以来,额银行一直是全球黄金市场的最大买家。 图片来源,AndroidX而近期绕开Swift的行动,更是此起笔伏BWC中文网。 注意到这种声音主要出,现在,欧洲集星星市场,这从近几个月以来,的美欧经济热点新闻中就能发现,以上这些似乎都在表明曾经无比强大的美金,早已失去往日的光芒。 而近年来,一些信用好的非美货币也正在世界经贸,特别在原油交易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掀起去美元化高潮。 这背后的核心信息是现在,大部分的美元是锚定美债规模来参考发行的。 而按目前黄金计价的美元价值,仅相当于40年前的2.89%美元价值急剧下跌。 而黄金,依然是国际永久性货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黄金就是美元的最大对手盘。 而今天所有的市场数据,也似乎都在表明这一点。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美元既是美国经济硬实力,但也是软肋。 这也就解释了包括德国、匈牙利等多国为何也要将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国的部分原因了。 同时,GRT在今年稍早时报道,趁中俄一等金专五国,也将联手将正式叫停。 15黄金的美元定价权,以建立自己的世界货币黄金交易系统和和东方基准。 从而绕开美英为主导的黄金交易体系。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国已经与俄央行就发展联合黄金交易系统签署了备忘录,并且项目将于接下去的某个时间点,开始实施式的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 这一点在美元这个全球储备货币上,尤其正确,要知道不管美国多么希望能够维持往日美金的现状但历史,证明最终荣光总会慢慢消失。 比如英镑在近500年历史辉煌中,在脱离金本位后,也只维持了100多年,实际上我们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40多年前,美元取消和黄金挂钩,这本身就是在说明美元的价值正在降低。 同时多国央行也在近几年来,发起雷运回美国黄金的行动,恢复金本位和去美元化的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更多的国家也在未能实现本币间相互结算,正在创造新的渠道。 这在美国知名金融网站Zero Health看来,目前对美元的不信任,急去美元化的这一进程正在加速甚至,目前这股声音已经飘荡,在华尔街和欧洲的上空了,就在10月华尔街金融大鳄,罗杰斯警告美元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之后数周前。 摩根大通也在其最新报告中,表达了对美元储备货币的质疑,该机构甚至一针见血的指出,正是因为美国当局的一系列经济举措和举动,才使得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国际支付使用量受到威胁,这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而今年3月份,已经有美国议员提交法案要求恢复美元的金,本位置就是最好的注脚,以此来表达对现有美元储备货币流通逻辑下的担忧,以及对黄金信用价值赋予的货币属性,的肯定以防止被美元发行当局滥用这种金融权。 利而俄罗斯等国好像也正在为美元将来有一天突然失去货币地位,而在提前做货币敞口风险准备完。